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創新科技嘉年華2022的網上講座 我是今天的Cee Eva 這一節的網上講座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 北納數據有限公司 梁太妍之生Roland為我們分享 而她分享的題目會是 通過人工智能 決策科學和應用心理學 提高學生的溝通效率 如果大家在講座裏面 有不同的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大家透過文字的方式傳給我們 如果大家在看Youtube Live的話 可以用這個即時通訊功能 發文字的問題給我們 如果大家在看Zoom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Chatbox聊天室的功能 發文給我們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我們會在這一節講座 大概最後五分鐘左右 會有一個現場的問答環節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有請我們的分享嘉賓 有請Roland為我們分享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們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在這個直播的 分享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人工智能怎樣可以幫助我們香港的學生 去用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提升他們那個練習的機會 從而在日常生活裏面成為一個更加有效的溝通 和演講者 首先講一下 究竟為什麼這個技能是這麼重要的 其實這個溝通的表達技巧 是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裏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人類的 職業技能之一來的 但是環顧我們香港所有的學校 甚至在其他我們東南亞地區的國家裏面 都會發現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這種的技能 很少在學校裏面 會成為一個核心的教導的項目的 原因是什麼呢 你看到這種的演講技巧 其實是合了聲線啊 表情啊 動作啊 和最重要的說話內容 是一個總結而成的一種的技能 所以其實它那個訓練的需要相當之嚴格 我們在我們東南亞的地區 看看一些國家 我們的學生去應考一些國際的英文史的時候 究竟溝通表達那個技巧當中最弱是哪一範呢 其實原來就是他們的說話技巧和寫作技巧 就是說他們聆聽啊 或者去閱讀理解都問題不大 但去到要用我們的說話去表達自己的時候 往往就會出現了一個困難的情況 那在香港來說是不是真的好很多呢 其實也不算是 因為你看回同樣的國際英文的水平的測試 香港原來我們的學生的應考水平 大概排不算夠21左右 我們鄰近的地區和我們分數差不多 就是孟加拉 所以好少少是什麼呢 巴克基斯坦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的學生 這方面的技巧都一樣有需要去改善的 那麼我們也都做過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 也都知道呢 香港的學生究竟在學校上課的過程裏面 接受教導的過程裏面 有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正統培訓呢 五成的學生就說自己沒有的 那導致什麼問題呢 六成六的學生呢 就說當他們要去準備一個 一個比較正式的演講呢 就會有一個緊張的情況出現 在這個溝通的過程 都會有四成六的學生覺得仍然有緊張 三成六就覺得自己不夠流暢 三成三就覺得自己呢 就不夠那個自信心 那所以這種的訓練原來呢 對我們學生在溝通的時候 那個表現的確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助力在背後的 我們也都跟學校做過一些深入的調查 問過很多老師 究竟為什麼這種的訓練 這麼少會在學校裡面提供到呢 剛才都講過了 因為在學生來說 它是一種很複雜的語言 加語言的非語言的一個 綜合的演講方式 溝通方式 而且這種的溝通呢 很受環境因素影響的 什麼叫環境因素呢 譬如如果你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對著那些陌生的人 它講一些自己陌生的題目呢 就算平時你多厲害也好 你那個的溝通和演員的能力 都會受到影響的 譬如好像今天這樣的環境 我在一個虛擬的講座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我望不到我的真實觀賞 其實對我的影響也都相當之明顯的 另外對老師來說 因為這一種的訓練 是很需要一對一長時間指導 所以是非常的浪費時間 也都浪費非常多的人力、物力 所以也都因爲這樣 很多時候學校很難為學生 提供一種的針對性的訓練 那麼我們設計這個平台 當時的初心呢 就是希望輔助在學校裡面的老師 甚至在一些公司、機構裡面的主管 訓練的主管呢 透過AI人工智能 可以幫助他們的學員 無論是學生或者員工都好 可以透過對著一個畫面 去做一些一對一的練習 做完練習之後呢 系統會給一些詳細的分數給他 也都可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得到一些的針對性學習的教材 從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反覆練習的時候 提升到他們自己的溝通演講能力 同時 老師或者企業的主管呢 也都可以透過那個管理平台 可以去留意每一個的學員 那個進度和情況 在適當的時候呢 為他們加以針對性的指導的 那麼來到這裡了 或者我就在鏡頭前面 稍微消失一下 因為呢 我就想在下一個階段呢 跳去我那個的 實際的操作的介面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大家可能在現在呢 都會見到我們這個Muddy的畫面 那來到這個Muddy的系統呢 一個學員呢 他就會很快看到自己 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過去練習過的成績 譬如這裡會見到 我總共練習過的次數 我的平均分數 我的最佳成績是多少 那右手邊也會見到幾個的圖表 你會見到這些圖表呢 會出現了叫做 Job Interview Media Public Speaking 或者是Bordroom Presentation 這些呢都是我們呢 為學員預設的一些的練習場景 我在這些練習場景 曾經得到過的分數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或者是我在這些的練習裡面 得到過的最佳單次的成績是什麼呢 這裡呢都會告訴我 那這些分數的設計呢 其實是模仿呢 一個真人的觀眾 他的感官而設計出來的 那所以呢 其實他100分呢 就代表最佳的感官 那然後越高的分數呢 就代表越接近這個的滿分這樣 那這些最佳分數 可能他是對我們日後的改善呢 很有參考價值 但是呢 他本身呢 就很難明白有多好 哪些地方最佳好 哪些地方不夠好呢 那所以我們那個系統呢 也會同時透過人工智能的觀察 以及將一些相關的觀察點 組合成為一個自信心 扭暢度 可信度 或者各種活力的感覺 一個獨立的評估的 那這四個的儀表呢 就會告訴我 在過去練習裡面 我所展現的這四種的 維度的表現究竟有多好 那我也都可以因應著這些維度的表現 去日後做一些針對性的改善 那再下呢 我就會看到我自己和其他 我想比較的對象 那個的表現那個的差距 譬如如果我是一個聚職人士 我很希望不同的行業 在不同的職業崗位 不同的工作連資的人 在不同的類別的現況裡面 我的表現那個差距有多多 那我透過這個基準比較 即是說Benchmarking 我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優勝 在哪裏 落差點在哪裏 可以做一些針對性的改善 那同時呢 如果我是屬於這間機構 而我的機構 很想透過這個系統 和我分享一些的教材 譬如是一些文字性的內容 那這裏呢 我就可以按下去 在這個參考文庫裡面 看到我機構所為我提供的一些 很好的演講的教材 那如果不是這些文字上面的教材的話 我亦都可以來到這一個的部分 這裏呢 就是一個的視像的分享內容 這個平台 那來到這個平台 我就可以選出一些合適的短片 作為進一步的學習的對象 那來到這裏之外呢 那我們當然 那些練習是最重要的 剛才那些是一個成績的報告表 那這裏呢 就會見到我過去做過的所有練習 都可以在這裏找得回 假設我想回顧過去我曾經做過的一個練習 我來到這裏呢 那我選算這個項目 那我就可以在這裏很容易的 播放得回我在過去的某一次單次練習 假設我最近做過一個 我覺得比較滿意的一個練習 我想在這裏呢 做一個的簡短的回顧呢 我可以在這裏重播了 舉例 Hello my name is Roland I'm here today to introduce you how multi.ai could be used within MateBank and across entire nation to be training senior executives 假設我在當時做過一個這樣的練習 那你會看到 當然做得很認真 好像對著一個真的觀眾一樣這樣做 有手勢有動作 也都控制過聲量 做得相當之認真地去做 那當然我能力有限 那系統呢出現了一個這樣的評估 就說我的分數是70分 面部表情57分 說話內容61分 聲線語氣84分 身體動作方面呢就有73分 那所以呢 相對低分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的內容呢 就應該不是很理想啦 和我的表情呢 就不夠豐富啦 那些這樣 好了 那出現了這些的評分之後呢 系統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的功能 不只是說一些分數給我聽 因為分數 如果沒有配合一些的建議呢 其實我很難去知道 自己應該從這個什麼方向去改善的嘛 那所以呢 系統在這裏呢 就為我提供了一些的意見了 就是說我總體上做得不錯 但是要更好表現呢 就要改善我的面部表情 和說話內容啦 其實系統在這裏呢 也都告訴我 在表情上面 原來我最欠缺的是那種笑容 因為笑容呢 會令人感覺更加有自信心 有活力的嘛 那在這個適當時候 展現一種的笑容 加上一些的驚喜表情呢 就會將我在想我介紹的內容的重點呢 很容易令觀眾去吸收得到啦 那跟著在 剛才同一段說話內容呢 他說要加多些正面的 有一些的感染力的用詞 令到我整段說話裏面呢 更加是有吸引力 那這方面似乎 我都原來做得不太好 那他都提到 究竟整體聲線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呢 在某些的時候呢 應該要稍微提高我的聲量 令到我那個說話的內容 重點呢更加達出 那在動作方面呢 他說我可以嘗試再多些 張開我的雙臂 引起我的觀眾注意力 令到呢 用足夠的肢體的動作 去加強我那個說話內容 那個的重點為之 那就是說呢 用多些身體語言 配合我的說話內容 可以令到我整體語言呢 會更加達出 那所以這個可能會很容易想像到 就是好像呢 在現實裏面 有一個真人的導師 一對一這樣聽著我所講的每一個內容 觀察我所展現的每一個細節 然後在我做完之後呢 很短時間之內 一兩分鐘之外 寫完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告訴我 在每個環節我做成怎樣 哪些地方呢 我需要做一個針對性的改善 那假設呢 如果我要在這個平台裏面 再做一個新的練習呢 都不複雜的 我只要按這個鏡子 新練習啦 然後我的虛擬觀眾會出現 然後我就會按繼續 你會見到我現在呢 就在鏡頭上出現了 那接著下一步呢 我就要做什麼呢 就按這個錄影的按鍵 然後按這個錄影的按鍵呢 我現在鏡頭呢 就錄著我在現場呢 做一個講解的示範 而虛擬觀眾也會看著我呢 聆聽著我每一個的細節 那假設我錄完之後 我停頓 然後呢 我就可以選擇重播啦 如果我有時間可以聽回啦 如果我滿意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按提交 那然後呢 這個短片 就已經會上載到雲端 開始進行分析 那大概一兩分鐘之後呢 那它就會完成那個分析啦 那我時間關係啦 或者我跳去一個簡短的 報告 給大家看看 假設呢 如果我們日後做的時候 是用一個的 PDF的文檔去接收這個報告的話呢 那系統呢 就會出現一個類似這樣的形式的報告 裡面可以重播我的內容啦 按一條的連結啦 那也都可以呢 會在那個系統裡面呢 為我提示一下 究竟當初要做這個練習的時候 那個答案的重點應該注意什麼地方 那這個呢 就可以由機構預先去提供給我們的同學啦 再下的話呢 我們就會收到 剛才一樣啦 我們一個的分數的報告 去看回我在聲線說話內容表情 和動作幾方面的表現 然後相關的一些提示 和指導呢 就可以在這個報告的余下部分呢 詳細地去展示出來 那這一份的PDF的文檔呢 我就可以自己收起來 作為我未來練習的一個參考 或者一個的改善的建議 和提示啦 那所以大家可能來到這裡呢 都會明白那個大概操作的功能 那我來到這裡呢 先開個鏡頭先啦 然後呢我就可以回來和大家 講完剛才還沒講完的余下部分啦 因為這個系統很多人都會問 咦 其實是否只是訓練某一些的特定內容 而不可以做一些針對性的設計 其實不是的 我們可以為每一家學校 每一個機構 在它所需要的訓練場景裡面 設計一些合適的區議的場景啦 甚至在那個評分標準上面呢 我們都可以量身訂造 為他們設計 令到它呢 真正在評估我們在練習的過程 需要注意的重點 無論是說話內容啦 聲線啦 或者動作等等呢 我們都可以加以強調 和令到同學呢 在不同階段 有不同的訓練的重點的 這個系統自從推出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有很好的市場反應啦 那傳媒對我們的這個產品 也都是非常之肯定 也都有多次呢 受到報章等等的採訪啦 那在電視裡面 其實也都曾經追蹤過很多次呢 在不同的電視台啦 以不同的形式 做一些深入性的專題採訪 也都有一些比較針對性的示範 曾經做過 而效果也都相當之理想 本來是訓練一些的學生也好 或者一些的在職人士 要準備一些很重要的演講場合呢 原來這個系統的確有 具備類似一個真人導師的功能呢 為他們提供一些速度的指導這樣 那樣的 應用在學校裡面呢 也有些成功的案例呢 我們看到一些的 學校的老師 用來訓練那些同學 在參加一些的公開演講比賽之前呢 作為一個的準備練習的工具 而同學所給的那個評語呢 評價都相當之正面 那當然呢 以單一的同學那個的回饋 作為我們那個 是這樣的有效線的評估也都不足夠 所以我們曾經也都跟不同的大學 在他們的學科裡面 跟相關的學生做過一些 針對性的訓練 看看學生在這個學期裡面 所做的準備 這些系統上面的練習 會不會令到他們自己的表現有所提升呢 那我們見到 譬如我們在這個 在香港都會大學 曾經在商學院裡面 有一批的同學呢 用了這個系統 訓練了大概一個學期 他們在練習三次之後 我們見到他們那個表現呢 整體上就出現提升了 無論是整體分數啦 表情啦 動作啦 說話內容和聲線呢 都有所提升的 那所以負責的老師呢 對這個系統的那個應用 那個價值相當之滿意 那個評價相當之高的 那另外我們也都在 另外一間大學呢 就是城市大學呢 也都做過類似的練習 那見到那個分數的提升呢 也都相當之內閣的 那所以負責的教授呢 對這個系統相當之滿意 類似的練習 我們也都在新加坡 另外一些的大學進行過 也都見到呢 同學在練習過程裡面 那個表現呢 在一個短時間裡面呢 的確是有所提升 那所以也都收到類似的 高度的評價啦 那也都在中學裡面呢 我們也有做過類似這樣的訓練 也都見到呢 相當的校長呢 對這種系統 未來都應用呢 是相當之滿意的 那我們也都曾經在 一些的政府的機構裡面 為一些青年的學員呢 提供過一些的 比較長時間的試用 那我們見到試用之後 同學或者這些的學員 所給的評價呢 也都是非常之正面的 譬如有85%的同學 覺得這樣的方法 去訓練自己演講技巧 非常之方便 85%呢 就覺得是 為他們那個的學習呢 的確是有增值的作用 八成呢 就覺得雖然之有用 另外呢 有九成三 和九成五的同學呢 就覺得這種的系統呢 其實是很值得繼續去使用 也都值得呢 向其他他身邊的朋友 和同學去推介 那所以也都因為這樣 我們有了這些的 正面的回饋呢 使得我們對這個系統 未來的開發呢 是越來越有信心的 那我們在 開發這個系統的過程呢 其實由2020年開始 那我們在研發過程裡面 分別獲得過 政府創新科技處的資助 香港數學講的資助 城市大學的Tech300的 一個天使基金的資助 在新加坡方面呢 我們都參加過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 一些相關的培訓計劃 也都成為了 他們長期的一個合作夥伴 不單止是受到業界的一些資助 其實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也都參加了很多 在全球性的一些創科的比賽 而我們在這個教育科技的領域裡面呢 也都曾經獲得多次的獎項 最新一個呢 就是香港 我們剛剛所獲得的 Global Antech Award 我們也都贏了今年的 香港區的冠軍 也都預計在未來的 三回之內呢 會代表香港 去參加這個全球的總決賽 那所以呢 我想剛剛的簡卷介紹裡面呢 給大家一個了解 究竟在香港來講 我們怎樣可以去更加有效地 訓練我們學生在演講 溝通那方面的技能 也都在這個過程裡面 究竟AI可以發揮一個怎樣的助力 去幫助在教育機構裡面的 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老師也好 或者是一些訓練的導師也好 可以透過AI 輔助他們的教導 成為一個針對性 一對一的指導的工具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種的技能 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幫助更加多的香港學生 接受到這個方面的培訓 令他們在日後工作的過程裡面 也都可以無時無刻 都可以應用到更加好的 我們現在的溝通表達技巧 來到這裡 或者我暫停一下 就可以聽一聽 在現場有沒有一些的觀眾 可能有些的提問 我想去解答 我先交給主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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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分享了Modi的AI 這個軟件 以及它是怎樣去操作等等 我們現在都可以收集一下 我們現場的朋友 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 好 因為我看到Modi.AI 其實都很 就是它裡面 剛才看到Roland的展示 都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譬如說是行業的人 或者是他所說的東西 是需要什麼 工作的經驗等等 其實都會有一個 的計算出來 或者我們也有一點好奇 就是那個基礎 譬如說觀眾會有什麼反應 或者是怎樣去計分 等等那些數據 本身是怎樣收集回來 好 其實我們當初設計這個系統的時候 那個數據來源 的確要參考很多不同的 演講者的表現去設計出來 我們當初的數據來源 其實就是觀察了很多網上 在香港上 不同來自不同的國家 在不同的演講 類別的人 他們的表現 然後就透過一些專家的分數的設計 從而為我們第一階段的這些訓練數據 去作一個評估 有了這些數據 成為了我們第一階段的那個 那個的評估標準之後 我們就在大概一年多之前 就在香港幾間大陸做一個廣泛的一個測試 在裏面我們收集了很多學生 在他們做演講訓練的時候 那個錄影的片段 用我們原本的數據 去跟他們的導師 他們的老師或者教授 那個評分做一個對比 慢慢去把這個系統 原本的分數標準 和我們真實應用香港學校的數據標準 將那個數據慢慢收集 到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地 大幅度大量應用在教學方面的需要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開始明發了香港的老師 對他們學生的演講那個技巧上面的要求 所以其實當初的數據 以致到我們日後在學校之間的測試 令到我們這個系統 具備了一個相當之高的應用性 我們亦都在過去這一年 在新加坡方面做類似的一些數據的收集 在大學裏面收集很多的同學練習數據 令到我們開始具備了一個跨地域 的一個應用價值 所以這個呢 亦都對我們日後在香港 或者香港以外的地區做一個大規模的應用 會很大大的幫助 是 這個也是一個規模非常之龐大 以及在不停地改進的資料庫 這個 沒錯 因為這個技術其實有三個的元素 第一個就是用AI去觀察 加上用AI去聆聽一些聲音 以及將它們語言的內容做一個轉化 這些是大量的AI的應用 第二個主要的功能部分就是用決策科學去學習 如何去將人的感官變化成為一種分數 而將它們的背後人所有的那種formula 訓練到我們的系統裏面 令到它具備 好像我們人的觀察 第三就是將這些分數 會轉化成為一些應用心理和人為基礎的指導和建議 令到這些分數背後所給的提示或者提點 真的有在現實生活中的參考價值 嗯 明白 另外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學生們 他們都會鼓勵他們用Modi.AI去嘗試去演講 或者去知道一些資訊等等 那會不會跟著來發展 會嘗試給學生他們自己去看一些不同其他人的同學 可能那些演講等等 去嘗試給一下分數 然後看看會不會跟系統上出來的分數 會啊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發展的一個階段 因為其實我們不一定將我們的分數 就以一個老師的看法做一個基礎 因為譬如我們作為一個觀眾 其實我們自己都有判斷的能力 也都有自己判斷的權利的 所以視乎這個訓練場景 是一個叫做學生對老師的幾種溝通 還是同學對同學自己之間的溝通 譬如同學要在一個禮堂裡面做一個演講 它要去令到其他同學呢 可以有一個投入參與度 所以當這個場景一改變的話 評分的對象就變成了同學對同學之間的一個評價 所以如果我們要令到學生 有所謂的頻繁之間的溝通的感染力的話 我們系統就要學習 究竟在他們的同學之間的評分標準是怎樣 所以其實隨著我們應用的領域越來越廣泛 我們要設計的訓練和評分標準的靈活度和調整 也都要以時共存 是 沒錯 明白 是 那我們繼續看 我們都收集一下我們觀眾的問題先 好 我們有來自我們觀眾的提問 就是想問針對學校的評分標準 是不是就等於一個最新的標準呢 其實學校的評分標準也有很多種 譬如我們有初中的同學一套的評分標準 也都有高中的同學評分標準 也都可以有一套是針對大學生的標準 所以因為不同的訓練場景 可能老師背後的學習目標 他訓練的目的都有所不同 譬如我們見過有些初中的老師 他們希望同學只是針對在用字 發音方面的準確度 這些就令到我們在評估方面 可能將某些非語言的部分 那個評分標準降低 而去到高中或者大學生來說 可能這些技能已經掌握得相當之好 我們要加強它在非語言的部分 那個語言能 譬如它是不是有適當的動作的運用 加強它在說話裡面的強調性和感染力 而大學生就是說可能會在一些虛擬的 多人的場景未必是一個小的課室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演講廳裡面的演講 他們是不是都能夠保持一個穩定的表現 所以隨著他們那個訓練的場景 隨著他們那個技術要求不同 我們的分數都會有所調整 嗯明白這個設計也很好 因為確實如果別人所說 不同年級的學生他們真的要針對的 確實真的有點不一樣的 沒錯 然後我們也有其他的提問 就是Moodie AI這個 暫時需要收費嗎 以及問有沒有體驗版這個功能 我們自從2021年開始 其實已經進行一個收費式的銷售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在和學校之間的運用 都是有一些的付費的安排 那學校就可以按參加學生的人數 使用的時間長度 決定怎樣和他們去做一個的構制 但是如果你說學校想試一下 究竟這種系統 容易適應他們在現時的教學是需要的呢 那我們都可以和各別學去談 如何去做一個試用版 給他們各位的老師和同學去做一個短期的試用 看看究竟效果和學科的應用方法 如何去做一個的配合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相關的經驗 如何和學校做這些測試的安排 嗯明白 是 因為時間所限 或者我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好 我們看看 是 是 那我們來就有一個觀眾提問 就是說 用這個Modi AI 因為他都會有每一次有一個標準的 feedback 會不會久而久之驚 令到學生沒有了一個個人演繹的特色呢 就是這樣 OK 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覺得不會的 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我們所給的分數呢 中間是有一些的彈性 和靈活度的 譬如 我舉個例子 我們對學生可能在用一些的助語詞方面 我們可能是有 有多少我們是可以接受的呢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是可以有不同的彈性的設計 所以就不會成為 所以我們只會講一個的一些在義詞 譬如在英文來講 You know it's night 這些這樣的在義詞 經常都會在我們日常 就是用英語溝通來講 但是 如果我們說 如果我們可以在 用一個比較口語化的訓練 容許這些的用字 是會比較多出現的話 那我們就會確保了 我們這個系統 不會將每個人 變成一個毫無自己的 個性特色的一個演講者 所以這方面我們已經照顧到 令到這個系統 會有足夠的兼容度 容許有不同的發揮的個性和特色 是 大家也可以設定 在不同的場景 究竟是科目還是科目 再去做練習 沒錯 這樣就非常之好 謝謝 在這裡再一次 多謝Roland為我們帶來 一個這麼精彩的分享 也都解答了 我們觀眾很多不同的問題 OK 好 謝謝Eva 謝謝大家 謝謝 OK 拜拜